大家好 今天示范港式茶餐廳的飲品 材料有廢物利用的淡奶 為何為廢物呢 因為製造日期是2011年6月3日 到期日是2012年12月3日 為何會生售呢 我也不知道 我買的時候 今年是年初 發現它開始生售 初一季的事 買了一兩個月就已經發現生售 它本身放在我家的那裏呢 就看看 即是在廚櫃裏 生售令我的廚�墊都髒了 這個就是我放罐頭 或者麵粉那些地方 都很正常 又沒什麼水氣 也不明白為何會只有它生售 好了 回來看 本來打算扔的 反正都扔了 不如示範一下 我家製造港式茶餐廳的飲品 還用到淡奶一罐 適合做這個事 好了 開了它 這罐是荷蘭出品的 這罐是荷蘭出品的 什麼牌子都知道的 這個是全脂淡奶來的 我都去過那間士多那裏問過 我問可不可以退回代理 然後士多老闆給我一個很驚喜的答案 他說 灌生售就說 你照喝就可以了 我簡直想跟他說 不如我沖幾杯過來喝 開了它之後的狀態是這樣的 那你一開過那些碎 那些生售的碎 都掉了一點點 進罐裡 我不會喝 我想是 反正都扔了 不如示範一下 沖幾杯 不要浪費了它 第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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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嗯 沖一個奶茶 港式奶茶 不過我用簡單一點的方法 不用茶葉 或絲襪袋 那些 直接用兩個茶包放進去 那些 計時大概是5分鐘 這樣可以放進一邊了 另外半個碗 放一包紅茶 煮鴛鴦 半碗水就用一包 然後放一包 Horlik Horlik的份量大約一大湯匙 煮熟 Horlick、華田、朱古力奶都是用一大匙的 Horlick、朱古力 用一大匙的 加水 現在示範的是熱的做法 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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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华田 这个是Horlik 这三杯都可以先加奶 就是这样 大概充到八成满 Horlik 华田 朱古力 大约八成满 然后加淡奶 一罐冲法都可以充到七至八杯 这个红奶茶还差一点 我们下一个烤鱼 梅 再来一次 我先来一次 用来来 打起来 好 我免得磨咖啡豆,也用朱古力粉來代替咖啡 咖啡也八成碗,再加淡奶 紅茶可以拿起茶包,過濾後放在爐上拖一下半板,令它繼續保溫 然後再加淡奶,八成碗,然後再加淡奶 然後用朱古力粉去代替咖啡 再加淡奶 再加一半咖啡,一半紅茶,先代替鴛鴦 一、二、三、四、五、六 裏面還有少許,七至八杯 完成了這個港式茶餐廳飲品 餐廳廳可以多示範一個 恆霜 平均一點,不要太拱起 大概這樣,平均一點 因為如果多,就會滑結 再加熱水 加熱水,攪拌均勻 再加淡奶 完成了恆霜 還沖一半 恆霜 鴛鴦 朱古力奶 奶茶 還有那個 對了 就是這樣,做好了 多謝你們的收看,拜拜